杀人狂魔再次出手 不幸遭人暗算 没想到这家伙属实够狠 为了不被机器头套弄死 带敌人走后挣脱束缚 利用窗户将头套扯了下来 随着脸皮被撕裂一半 一声嘶吼响彻夜空 我霍福满又回来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经典悬疑电影 电剧惊魂期 光天化日之下 纽约街头千人为官 两名小伙被锁在机器前 中间那台钢具 令他们意识到情况不妙 其中一人立即转头求救 可随着人群惊呼 才发现上方还绑着一个女人 当面具小丑骑着单车出现 事情起因才被爆出 此女同时与两人暧昧 无度索取钱财 两人虽知道她水性洋花 依旧甘之如頤 殊不知他们的钱财同样上不了台面 因此遭到数据惩罚 中间的钢具已经启动 一分钟后会将女人分解 两个男孩想救她 就要努力推动直至干死对方 什么都不做 女神必死无疑 起初两个男孩为爱博杀 可女人死到临头 也没有收敛本性 依旧魅惑即将获胜那方 生死之际 爱情被死亡恐惧强烈撞击 两人终于意识到 女人心中只有利用没有爱 同时松手 女人血洒当场 另一边 闻任男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被困在一辆汽车内 后背涂满强力脚水 眼下已经和座椅靠背 融为一体 无论怎么挣扎 都无法分离 精神更是处于高度紧张中 突然 车内录音机传来绑匪声音 怒斥闻神男和朋友 仗着自身白人身份 高种族歧视 现状就是惩罚 想要活命 必须把自己从座位上撕下来 如果规定时间内还没有完成 朋友与自己查识难逃 随着车辆启动 下方的女人感受到轮胎 带来的压迫感 车速还在逐渐加速 仿佛下一秒就会落下 为了拯救朋友 闻神男拼尽全力 想要挣脱胶水束缚 每次用力带来撕心裂肺疼痛 但眼下没有其他办法 他只能咬紧后操牙坚持 强力胶水粘合力 却超乎想象 即使扒了一层皮 还是没有摸到前方停止开关 随着朋友的惊呼声 倒计时结束 女人直接被碾碎 汽车也因此失控 后面被铁链锁住的男人 因车子拖拽当场身亡 前方被绑的男人遭到装击 跟着领了盒饭 随即又撞上障碍物 闻神男被甩飞数米 直接断气 就这样一场谋划四人丧命 警方接到报警后 迅速赶到现场展开调查 绑匪故意挑衅刘炎 让所有人赶到无力 当带选的机关头套 出现在视野中 才意识到一切与霍夫曼有关 不久前 他遭到吉尔暗算 虽靠着那股狠劲报命 但身份早已曝光 现在已经是警方要痛打的落水狗 吉尔曾目睹霍夫曼私立逃生 想到日后必遭报复 早已吓尿 漫漫无奈之下 实名举报 将对方所作抖个底朝天 并以证人身份请求警方保护 而警方却在头套上发现 吉尔的指纹 先进探长吉普森终于明白了 吉尔也参与了密室谋杀 尽管对眼前凶手无比憎恶 但抓住霍夫曼 为其定罪是头等大事 因此连夜将吉尔转移到 更有保障的安全物 可万万没想到 即便绞尽脑汁隐藏 还是被霍夫曼发现 并进来一段威胁录像 要求他交出吉尔 否则杀路不止 命案不断 吉普森对他的话置之不理 自信有能力将其生之以法 再说作为执法人员 怎能轻易向罪犯妥协 由此上演一出狡兔三窟 又将吉尔带回警局 由专人看管 就在他以为万无一失时 车祸命案现场 发现有一辆车冒出白烟 没时间做访范 就发生了爆炸 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警方随后发现监控画面中 一名男人被带着 猪头面具人绑架 警方立即警觉 一定是霍夫曼 又开始了新的密室惩罚游戏 可受害者是谁 又被绑去哪里 一时间找不到半点头绪 赶紧回到警局 审问吉尔 希望他能推动破案进展 谁知 吉尔却告诉他们 自从出手那一刻 两人间合作戛然而止 完全猜不出霍夫曼下一个动作 就在众人迷茫之际 霍夫曼又发来一段威胁视频 吉普森竟从几句话语中 得知杀人游戏场地在哪 睿智还是了解呢 原来两人是老相识 多次携手执行任务 有一次 吉普森差点被害 还是为霍夫曼出手相救 因彼此足够了解 吉普森清楚 这时霍夫曼故意引他前往 虽担心有诈 但不入虎穴 严头虎子 立即组队奔向梦迪蒂 临走前 要求黑哥提高警惕 看守吉尔 不多时 一星人就赶到现场 进门就发现 已经有人丧命 通过现场监控 不然看出 这场罪恶游戏还没结束 眼看自己即将立下大功 电话铃声却突然响起 女技术员通过放大视频原声 隐约听到爆炸声 猜想霍夫曼是通过 远程将拍摄盘的视频 传到了另一台电脑上 而拍摄地就在废弃车库 接到这一情报后 吉普森决定去抓霍夫曼 留下队友解救其他受害者 可当他火机火燎赶到废弃车库 却没有发现异常 况且这里一直有警察看守 霍夫曼肯定没有机会逃离 带上两名警员 立即展开搜捕 打破墙上带有留言的镜子 果然发现一间密室 里面除了大量机械设备外 霍夫曼就端坐在电脑前 对警察到来没有丝毫反应 这让吉普森意识到不对劲 上前一脚将其踹飞才发现 此人竟是车祸受害者 尸体本应带回警局解剖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不经意间 吉普森瞥见监控画面 浑身血液瞬间凝固 原来警方一直被霍夫曼监视 连私密性最强的解剖室也没有放过 而数小时前那场爆炸 正是霍夫曼故意为之 目的是吸引警方注意力 他则趁此机会从密室里逃出 上演一招黎毛换太子 尸体身穿黑衣留在密室 自己则被警方运回解剖室 之前种种密室游戏 只为分散警方注意力 为学习警局做准备 明白事情圆满的吉普森 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局技术人员 命令他赶紧召回所有警员 可话还没说完 电话那边就传来奇怪声响 周围灯光熄灭 黑暗瞬间来袭 同一时间 解剖室医生还不知道 自己将是下一个丧敌者 准备好解剖工具 缓缓打开裹室袋 四目相对那一瞬间 魂都吓飞了 霍夫曼早准备 尖刀对着对方搏警闸具 期间一名警员来取事件报告 也遭遇了同样下场 死神叹息的同时 正在营救的警员一路寻找射害者 也中了机关埋伏 几人被困封闭空间内 本想尝试打开房间 结果却触发了机关 一股毒气迎面袭雷 不多时 全部四脚超天 还处在蒙逼状态的技术员 浑然不知危险已经降临 感觉到背后有人时 霍夫曼已经来到身后 臂弯用力便扭断技术员的脖子 正在看守吉尔的两名警员 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其中一人透过玻璃 看清来人是技术员选择开门 正是这一错误选择 将自己送上不归路 由于审讯室安装了隐私玻璃 里面的人看不见发生了什么 听到动静正欲上前查看 正撞上玻璃外面黑洞洞枪口 随着枪声响起 又一条生命陨落 吉尔被眼前一幕吓傻 尤其是霍夫曼 缓缓来到进前 恐怖更是达到顶峰 霍夫曼为了享受报酬 快赶放下手枪 准备将恐惧延长 却不曾想 吉尔也不是擅长 居然偷偷藏了一把镊子防身 等霍夫曼赶来各种逼到时 将镊子插进霍夫曼的脖子 满事后仓皇逃离 可狠人霍夫曼就是打不死的小枪 这点伤害更是不痛不痒 吉尔疯狂向警局外跑去 可紧锁的大门切断生路 无奈只能返回房间躲藏 霍夫曼到处寻找 掩藏的房门引起注意 很快便发现躲在角落里的吉尔 死亡气息弥漫在周围 吉尔被绑在电击椅子上 而那把椅子正是自己曾经控制霍夫曼的工具 这点说明了天导游轮回 霍夫曼以牙还牙 将死亡面罩扣在他的头上 吉尔回忆起自己和数据的过往 人生种种经历 随着倒计时结束而结束 吉尔上下恶被撕裂 当场身亡 霍夫曼成为最大赢家 炸毁老巢准备跑路 可导演不允许恶魔从此逍遥 刚走出不远 就遭到一群猪头面具人阻拦 缠斗中不敌倒地 到底是谁 还有谁在操控灵线 领头人进入镜头时 所有人都傻了眼 这不是第一部中的丹尼一生 原来当年他自断一条腿逃出密室 没赶上营救妻女 便失血过多 晕绝 数据不仅救了他的命 还为其安装甲织 也许被驯化 也许心中的恶被唤醒 他竟然拿起头刀成为残害者 参与多起密室谋杀 这些伤口与五官被缝合的手术 全部由他主动 霍夫曼给阿曼达的威胁信 莫名回到自己店主前 也是丹尼一手完成 因为数据自知实如多 明白霍夫曼未自保 一定会杀了妻子灭口 所以留下一言 如果吉尔遭遇不测 霍夫曼一定要死 丹尼当年被困在那间厕所里 霍夫曼从迷宫中醒来 一只脚已经被铁链固定 唯一挣脱的办法就是地上那把锯子 没多想 第一时间向前爬行 可丹尼不想给他留下活路 密室灯光关闭 霍夫曼被黑暗笼罩其中 这部电影叫电剧惊魂7 豆瓣评分7.8 连追几天才发现 每一部电剧惊魂 几乎都在挖新坑 就当我们以为编剧们 已经对前几部遗留下来的旧坑 鼓励回天的时候 他们又在这一步 仅凭一个丹尼医生 就全部填屏了 这样惊魂天人的创作实力 让人不得不佩服 第八部正在急速赶来 电剧惊魂迷点击关注 不要错过哦 本来的ode